唐朝末年 翻阵割剧 升临图探 浙江临安有个前秒 升旧一身忠肝义胆 看到家乡屡造军阀强弩 心中愤愤不平 饶力拿的是什么 全部给我交出来 君爷饶了我们吧 一日右风叛军图成 前秒冲在最前方 带着百姓落到城外山洞中 大家不要慌 往那边走 众人隐蔽后 前秒总觉得少了个人 不行 我得回去找他 别去了 危险 他不顾众人劝阻 回城寻找 最后在自家门口 发现了一个十来岁的小沙迷 一伙乱军正在逼近 小心 前秒冲上前 提枪挡住了乱军的刀剪 最后他抱着小沙迷冲出重围 回到了山洞 可小沙迷只顾打坐 对前秒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 小和尚 你怎么不知感恩呢 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 诸位 前母救人不是为了让人报恩的 只要他平安无事就好 当晚 众人在山洞中休息 晚上冷 把你的棉被给我盖吧 小和尚 前秒把被子给了你 他就冻坏了 你还是来和我们挤一挤吧 我不习惯和别人睡在一起 真是贪得无厌 别理他 众人对这个无敌的小和尚 很是苦恼 纷纷劝说前秒 不要理他 可前秒还是将棉被给了小和尚 自己胡乱铺了一些甘草躺下 夜里前秒做了一个梦 梦里藏身的山洞被叛军发现 叛军在洞口放解了大火 火苗窜入洞内 众人乱作异团 着火了 醒醒 这该如何是好 前军一发之际 小沙米从天而降 手持莲花 轻轻一挥 荆壳间轻盆大雨 洞外的大火瞬间熄灭 前秒有宝家为国之志 你们需信任他 跟随他 方能守住家园 前秒 东南地界的无数生灵 都洗在你一人之身 愿你一心护民 待时机成熟 十五年后 可来天主山找我 话音刚多 小沙米飘然而去 这时前秒醒来了 他一问 原来山洞里的人都做的一模一样的梦 大火车才知道 小沙米是来点化他们的 原来他是来点化众生的 从此前秒声明大振 此后两年 因多次基地有功 朝廷夹封他为临安太守 一晃便是十五年过去了 前秒也有了三个儿子 奈何儿子 各个娇生惯养 时常闯祸 令他头疼不已 老爷 十五年前的那位神僧 不是让您去天竺山吗 也许神僧会点化您的 前秒喜出望外 决定立即前往天竺 到了天竺山半山腰 只见一人蹲坐悬崖峭壁之上 手持莲花 打坐入定 前秒一看 竟是十五年前的那个小沙米 前秒老头变败 菩萨让我修身起家 治国平天下 可弟子连孩子都管教无方 如何能治理一方领土 还望菩萨慈悲 让弟子皈依佛门 万事都有因果 你这十五年虽行正义之兵 但毕竟杀戮太多 果报不爽 都应在了你儿子的身上 那些教唆你儿子的小人 都是你的冤亲债主 你成员未见 还不到皈依之时 话音刚多 之前小沙米 竟缓缓变成了一尊 手持莲花的观音菩萨 你如今功成名就 当多多宣扬佛法 广积善德 恶业自然化解 说完 观音消失不见 石头上只留下了菩萨手中的一径莲花 千妙心中大振 回到临安后 广宣佛法 还亲自监工 建起了一座观音庙 庙中香火鼎盛 千妙带着三个儿子 入庙待发修行 三年后 千妙的孩子们脱胎换骨 发愤精进 张子高中叹花之日 入庙拜佛 却不见其夫的身影 只在他每日打坐的蒲团上 发现了一张字条 张子自言自语 阅读字条 尘缘已了 归依天竹 众人这才知道 千妙是应了当年小沙米的话 前往天竹山出家去了 千妙的故事广为流传 自此 五月大地 佛法兴盛 仁仁念佛礼佛 这次 观世音菩萨的显化 就是 迟连观音